电路板维修技巧维修经验总结 1. 带程序的芯片 EPROM芯片一般不宜损坏 因这种芯片需要紫外光才能擦除掉程序 故在测试中不会损坏程序 但有资料介绍 因制作芯片的材料所致 随着时间的推移 年头长了 即便不用也有可能损坏 主要指程序 所以要尽可能给备份 2EPROM SPROM等以及带电池的RAM芯片 均集易破坏程序 这类芯片是否在使用进行 六区线扫描后 是否就破坏了程序 还未有定 论尽管如此 同仁们在遇到这种情况时 还是小心为妙 笔者曾经做过多次试验 可能大的原因是检修工具 如测试仪 电烙铁等的外壳漏电 所致 但不 能测出工作频率的高低 和速度的快慢等具体数值等 2. 同理对TTL数字芯片而言 也只能知道有高低电频的输出变化 而5. 法查出它的上升与下降炎的速度 4. 晶体震荡器 亦通常只能用式波器 晶震虚加电 或频率计测试 万用表等无法测量 否则只能采用代换法了 3. 对于电路板上带有电池的芯片 不要轻易 将其从板上拆下来 2. 复位电路 1. 待修电路板上有大规模集成电路时 应注意复位问题 2. 在测试前最好装回设备上 反复开 关机气势一式 以及断几次复位键 3. 功能与参数测试 1. 对器件的检测 仅能反映出节止区 放大区和饱和区 2. 晶震常见故障有 A. 内部漏电 B. 内部开路C 变质平偏地 外围相连电容漏电 这里漏电现象 用的六曲线应能测出 3. 整版测试时 可采用两种判断方法 A. 测试时晶震附近 即周围的有关芯片 不通过 B. 除晶震外媒 找到其他故障点 4. 晶震常见有两种 A. 两角B. 四角 其中 第二角是加电源的 注意不可随意短路 5. 故障现象的分布 以电路板故障部位的 不完全统计 1. 芯片损坏30% 2. 分离元件损坏30% 3. 连线 PCB板复铜线 断裂 4. 程序破坏或丢失10% 有上升趋势 2. 尚可知 当代修电路板出现 连线和程序有问题时 又没有好板子 既不熟悉它的连线 找不到原程序 此板修好的可能性就不大了